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特别讲到要对中国来瞌睡60% 但是他对台湾跟上一次的访问又有点不一样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苏起说两岸之间的常态可能只会四到五年 他到底怎么说的 美国对台湾的军援随着众议院的案子有所不同 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心国际当间就是尾巴之间的问题 尾巴之间的问题 美国对伊朗相关的一些国家进行了攻击 但是你知道他也有很深刻的制裁 这个制裁扯到了香港的公司 扯到了中国 但是我们也要看看习近平的状况 因为接下来三月重头戏 三月四号五号就是两会的开始了 好我们在今天现场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左振东左老师 大清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新年快乐 好淡大中国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洪耀南洪老师 大清好大家好新年快乐 成大政治系的教授王洪仁王教授 小型主播好各位观众新年快乐 好大家都觉得今天新的一年很棒 我一直记得洪老师讲说是黑兔进入到这个青龙 我就在讲这个青龙感觉变局是蛮多的 那我先跟大家讲的大家非常关心 就在新的一年到来 就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引起大家瞩目 但是这里面牵动到的 当然是关键的美中台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川普他又接受了FOX的访问 但他这次说如果我当选我要对中国科征 这个税是60% 而且你知道他也讲到了他的副手 他的副手竟然不是海力 他的副手竟然就是跟台湾连线有关 那我先讲到他讲这个对中国的态度 因为很多人说川普不是2.0吗 就是以前非常的反共 现在是不是对台湾有所批评 所以变了2.0 可是未必如此 你看一下他接受FOX的主持人 巴蒂罗莫的访问 他这里面讲说China could face a 60% or more in tariffs 就在关税的这个部分 那这次送访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他如果当选总统 他将再次对中国征收关税 税率可能到60% 那是不是要阻止中国拿下台湾 他说我很难跟你说我会或不会 这个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然后他当然就说 哎呀我对中国啊 中国三年前很尊重我们国家 可是他们现在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一大笑话 习近平是好朋友了 两个人在执政的时候相处融洽 可是我今天要特别讲的 他讲到对中国的征收关税 你知道国际之间怎么看 他们认为说你这样子 当时就是川普 你在2018年发起了中美贸易战 怎么说中美贸易战 你先是说自会财产权 对不对 301条款 然后你后来从这里看到 2018年 第一批针对500亿美元要有10%的税 提升到25% 然后再来往下 要说2000亿美元的这个东西 要增加25%的税 然后后来呢 他又讲到说 我要再增加3000亿 结果中国就不让了 你看中国那个时候 就说哎你这样子的话 我也要对你750亿美元的 美国商品加征10%或5%的关税 所以当时大家记不记得 有这样子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的状况 可是我今天要问的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很奇怪的 就是川普说 我要对中国瞌睡 是因为美国的选举 希望反中吗 还是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先问左老师怎么看 因为现在整体来讲 川普认为他非常重要的政治资产 就是他在2018年开启了贸易战 那因为他的贸易战 到目前为止拜登都没有取消他的关税 是 那所以说他当然就是要在这个上面加码 是除了重申他的这个政治资产之外 他也要展现他很强硬的态度 能够跟拜登来竞赛 那看谁对于中国更加的强硬 那第二个当然我觉得他讲的这件事情 其实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人还是很关切 他们的一个经济的情况 因为美国现在当然虽然经济状况还不错 可是呢通膨毕竟还是困扰了很多的美国家庭 同时呢川普在跟过去美国共和党总统 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主要的诉求 是美国的这些铁锈带的劳工 因为本来劳工是民主党重要的支持者 但是川普有效的去争取他们 所以才有 就那些摇摆州也在铁锈带那边 对不对 所以现在都是比较for川普了 对就在2016年是for川普了 那2020年的时候 有一些就回到了拜登的手上 所以他认为他要胜选 关键还是要把这些州拿回来 所以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些 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认为说 他们的工作机会被中国大陆给抢走了 因为自由贸易使得中国大陆的廉价商品 源源不断的进入美国 所以这些情况当然就使得他 要通过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措施的强硬 来争取这些人 重新回到他的这个阵营里头来 其实我们看到川普 他在这个时候不断的讲一些这个话 当然大家也会关心 他讲到台湾的部分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说 在去年的时候 7月份他接受Fox访问 他讲到台湾就说台湾偷走了我们半导体的工作 我等一下会讲到台湾的部分 但是这一次他特别强调 好像对中国就比较强硬 这次讲到的这么一个强硬的这个状况 就像是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他怎么解读 他说他认为川普是准备跟中国 打一场更大规模的贸易战 我们讲到当年2018年2019年已经不得了 他现在讲打更大规模 然后根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私底下跟顾问已经讨论了 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60%关税可能性 但事实上他接受访问也讲了 所以在这里的华盛顿邮报 他就认为说 其实在这里面 他们可能会发动重大经济攻势 来形容这场所谓的交锋 他讲的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王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你觉得他是因为有这个必要 就像刚刚佐老师说的 还是因为选举的时候为了票 我觉得都有 就是说有这个必要性 当然我觉得川普跟拜登的诉求对象也不太一样 你会看到说其实拜登他也是有延续 这个川普的政策对中国打贸易战 只是他从这种传统产业农业这部分 转移到高科技产业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有说这种所谓的 小院高抢的这种一个策略 从拜登时期 他是一个比较是针对性 比较有一个target 他不是一个全面性的 我觉得这个诉求是一个 比较中高阶级产业的部分 因为他昨眼是未来的 美国的高科技的优势的部分 要先掌握 川普比较不是 我觉得川普他还是一个比较 稍微比较走民粹 比较走右派 那失去工作当然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对象 但这还是一个比较是 传统产业制造业 或是甚至农业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 川普要磕税超过60% 这基本上已经不用贸易了 双方两个国家已经很难贸易了 我觉得60%很难吧 你光是25%大家已经不能接受了吧 你就是要逼美国 或者说逼中国跟你脱钩了 基本上你就要 已经是这两个国家 基本上接下来要走这种 比较全球化贸易的这种关系 已经非常难 那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讲到在过去来讲 如果我们过去一直在说 在川普的时代 包括了我们讲到 蓬佩奥那时候对台湾是非常的支持 他们也通过了非常多的法案 可是川普后来又说 哎呀台湾不行啊 这样子我们台湾工作 被台湾抢走啊什么什么 所以有人认为川普的态度有所改变 所以你觉得川普他如果真的当选 他对于台湾的态度会如何 会跟以前一样友好 还是他已经变得比较现实化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子问 因为你大家印象很深刻 过去美国一直以来 多年以来就是有一个 所谓的ambiguity对不对 就是说对台湾的策略 是比较模糊的嘛 他后面就要变成是 比较战略清晰 战略清晰我认为 最大的一个指标 就是当时他的国务卿 蓬佩奥 蓬佩奥那个时候 在柏林他发表了一个演说 被所谓的什么铁幕演说 对不对 他这里面讲的这个内容 就是讲说 新铁幕演说被认为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给你这么多钱 我给你这个apicement 我给你这个所谓的 怀柔政策或姑息政策 你到最后没有用啊 所以我们以后就对这个中国 我们就是来一个清晰 战略清晰 我就不跟你这样玩了 那所以那个时候 是川普这样想法 你认为他当选以后 如果他当选以后 他会走这个战略清晰路线吗 还是 就是大家现在都看川普 变来变去不知道 我觉得他在政治术语上面 还是会走模糊路线 但是因为川普他对自己的设定 跟他与幕僚的分工非常明确 就是川普是锁定在 对中国或是对其他国家 在经济方面 即便是在安全上面 他也是希望 其他国家负担更多 这个还是一个经济层面问题 那我说分工很清楚 是说川普是锁定这种 所谓的金钱的这个问题 经费的问题 可是你会发现到说 在川普时期 其实他跟台湾 在军事方面的这种强度 还有很多国会的立法上面 其实是胜过于其他事情 也就是说他的周边的幕僚 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的 那周边的幕僚 包括国务卿 包括国家安全顾问 这些都是相当挺台的 那所以说川普基本上来讲 就是政治用语上面是 感觉台湾我觉得不是一个重点 还是中国为主要重点 但他旁边的幕僚 只要我们有效的 去说服这些旁边的幕僚 我觉得与台湾的关系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还是会继续强化 因为我们在观察川普的动作 因为他极有可能胜选嘛 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有人说川普他就非常的务实 或者说他就是一个生意人 到时候未必会挺台湾 但是你看像过去 他的重要的中国通的幕僚 就是余茂春嘛 余茂春现在也是在 这个Huston Institute里面 当中国事务部的主任 所以过去是他重要的幕僚 可是现在好像不见得很密切 我从这个事情想扣住 那跟台湾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你想要跟台湾的关系 就是跟中国有所联动 同样是在Fox的访问 大家记得上一次 Fox的访问的时候 就是2023年的7月 大家印象很深刻嘛 他就说台湾夺走 我们全部的晶片生意 Taiwan did take all over chip business 但是这一次很奇怪 他就是完全没有谈到 台湾产业的批评 他就没有谈到这一点 洪老师怎么看 他是开始有 觉得上一次的访问 被葛莱怡一骂一骂以后 他有所修正呢 还是他本来就是变变变 因为现在不管是川普或是拜登 对中国来讲 就是两碗毒药 你要柯乃一碗 两碗都是毒药 都是一样 都是毒药 那整个拜登比较有系统性 就是说 他在建构了一个 所谓的民主供应链 要把产业从中国移出 就是要慢慢脱扣 那你如果是拜登在上台 他都单边主义 他可能会针对中国 也有可能突然间 经济产业会针对日本 韩国跟台湾 这都有可能 但是他整个战略架构 还是会跟这些国家在一起 你是说川普未来的政策 对就是川普未来的政策 还是一样 但是他可能会逼 比如说日本或是韩国 你要多出一点费用 这不是完全是由美国承担 但在经济上 就是比较麻烦是说 他会不会打破 原来拜登所建立的 这样一个供应链的架构 其实他如果延续 拜登的这样供应链 他可以解决他很多问题 比如说产业从中国移出 现在到墨西哥设厂越多 那你墨西哥就会越多的时候 你会解决他渔民的问题 他就不要跑到美国去 因为这次选举 渔民是很重要的问题 堕胎移民经济 都是重要问题 如果你让墨西哥经济发展出来以后 可能就是解决他很多移民的问题 当然这是整个 现在拜登在处理的 所谓的中国plus加一的功能 就是希望产业到墨西哥设厂 我想这个是拜登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不晓得川普会不会延续 但川普看起来是针对中国 所谓的单边主义 我就要加你的关税 但这种加关税是两边都会伤的 不是对美国有利 那对台湾来讲呢 如果他这样子讲到说 你台湾抢走了OR chip business 你可以看到他接受Fox的访问 讲到这么的强硬 他是故意做一个秀的这样讲 还是他真的认为说 以后对台湾的半导体 其实台湾你看台经天 要到美国设厂 也是有蛮多问题 包括你工资 工人的问题 所以这边不是说 台湾抢走的产业 是整个产业结构的改变 是整个产业结构的改变 那你加税了 当他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 我想那时候那天的 那个中国的拼多多 在美国股市大跌 因为他讲这样子 对 而且他认为三号访问的 零售业 零售业到进到中国的 那个进到美国的 物价就会上涨了 因为你关税要涨了 对你就影响到 虽然他都还没有选上 就这么紧张 对 因为这看起来大概 目前当然是机率比较高 所以大家一直在一起 各国都在研判 川普当选之后的国际 大家弄一个 situation room for Trump to be elected 但是我现在讲一下 他的副手 我自己很亚裔 为什么我觉得亚裔 我认为他应该就找海力 就川普就是怎么样 就说你海力背叛我 你干嘛还要出来跟我一起选 我就不要找你 海力上次我们看到 他很多地方选得相当不错 那川普现在要的人是谁 其实都有他的诉求 这两位副手 其实都是台湾连线的成员 你可以看到像是 南卡罗兰纳州的参议员 Timothy Scott Timothy Scott 他本身是南卡罗兰纳州的 联邦参议员 那他是参议院的台湾连线的成员 第一位来自 南卡罗兰纳州的 非洲裔的议员 他也曾经选过总统初选 所以跟川普 有一点互补吧 黑人的选票 那另外还有一位是女性 她是South Dakota 南达科他州的州长 她是第一位的女性州长 然后她也当过了 这个南达科他州州长的 众议员 她也是众议院的 台湾连线的成员 那她非常非常的鹰派 她非常非常支持川普 对于移民的禁令 所以呢川普对她是非常的欣赏 她可以互补 她是女性 那我刚刚讲到的这个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海力 因为就是跟她竞争嘛 虽然是很好的互补啊 但是她不要 因为海力其实是 有印度裔的血统 那左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如果这样子讲起来 未来她的副手的人选 不管这两位的哪一位 其实对台湾来讲 都是蛮不错的 你要不要先讲讲这位 就是诺姆 诺姆的呼声是如何 诺姆的呼声是最高 因为川普曾经有透露说 她想要找一位是女性的这个副手 那第二个就是诺姆 其实跟共和党的金主 关系非常好 哦 怎么说 就是说 因为这些金主觉得 她很传统的这个共和党的路线 很属于共和党那种 所欣赏的对象 其实她有点像是那个当初 就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 当时McCain他所选的那个副手 也是那个阿拉斯加州的州长 对 其实她味道有点像 你是说那个美美的那个女生 出门到窗窗 对对 但是那因为她是 她又当过众议员 她又当过州长 所以她政治历练也算是 也算是相当不错 然后她很挺川普 我觉得这些因素使得川普 其实很看重她 那当然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她可以平衡掉 海力所代表的这个女性的力量 哦 你说诺姆可以这样子 对 因为川普其实是 根本不会接受海力的 为什么不接受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为海力呢 她有可能取代川普 所以一旦她被提名 大家就会期待说 川普有一天被做掉 就是海力接手 她巴不得川普被做掉 对 第二个就是 海力是属于建制派 就共和党的建制派 哦 因为川普是所谓的美国第一嘛 所以她是主张 比较孤立主义的 比较美国优先的 对 那海力是走传统的 美国这种外交政策的路线 所以她是主张跟盟友合作 她是主张美国要在世界 继续扮演领导角色 所以她跟川普 围绕在川普身边这些人 她的想法是很不一样 所以川普不希望海力进来 但是 特别是川普身边的人 但是他们又需要一个 不管是非洲裔也好 或者女性也好 特别是女性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诺姆就变成是一个 非常炙手可热的人选 How about Scott Scott就是几率不大吗 我觉得因为 你要看这两个人站在一起 就比较起来 我觉得凯莉就很 非常的亮眼吧 对 不是凯莉 就是凯莉之外 若姆 诺姆非常亮眼 对 就是说我觉得 川普会喜欢看到那个照 那个照片 这个好像是 对 有点接近川普的style Anyway你怎么看 王老师 我的话我是觉得 当然都各有优缺点 你说像Haley的话 当初也是川普提名 他做联合国 美国做联合国的代表 我觉得他外形也很亮丽 要不是说现在 当然刚刚左老师讲说建制派 其实如果把建制派 跟这个一起合起来 如果川普心胸够大的话 因为他现在我觉得 还是卡在说 双方还在 那个Haley还没有退 还没有退 因为其实之前 那个Tim Scott 也是在竞选当中 也是批评川普 但是后来退了之后 又开始强力 就支持 所以我觉得 川普这个人倒是 蛮灵活的 我觉得就是 如果海力愿意 接下来出选之后退了 支持川普 我觉得他肃力会重新考虑 那我只是提供另外一点 就是说对我来讲 我觉得 我是川普 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Tim Scott 原因倒不是因为他黑人 而是说他对台湾的友好程度 更高 对 而且他长期关注到说 与台湾在文化 特别是商业方面 因为他主张 他在过去的基础 你看到说 他是主张美国跟台湾 加强这种经贸关系的 对我来讲 当然我觉得川普 不会从这个角度来去做考量 可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是对我们台湾 比较友善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可以去 拉比这个方向 其实我们跟大家讲 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当中 刚刚老师就有讲到 移民的问题很重要 但是有个事情 就是德州 他们的这个国民兵 到底有没有跟中央的联邦军队 有所谓的内战 你知道非常多的中国媒体 就说内战了内战了 因为呢 德州不想让墨西哥人进来 可是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谣言 但是虽然这是谣言 可是他们的状况 是蛮紧绷的 因为德州州长 就是不想让墨西哥人进来 他们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有设那个 就是不是只讲 那个川普时代的围墙 我们说上面有那个铁丝网 那铁丝网 拜登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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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啊 你这样子是很不人道的 这个的确造成 非常大的一个紧绷 有15个州长 都要挺德州州长 我们进广告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 这真的是私心裂肺啊 那个土地以前 是墨西哥人的 对不对 他们现在不能进来啊 我们马上回来 Here are the top stories First, I want to talk about Airlines called for Taiwan's inclusion in COP28 We know that Prime Ministers from Taiwan Airlines St. Lucia St. Keith's and Nevis Tuvalu and Espartini voiced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s annual climate conference in COP28 St. Lucia Prime Minister Philippe Pierre said that Taiwan must not be left behind St. Keith's and Nevis Prime Minister Terence Drew said that we believe Taiwan should be allowed to play a meaningful role in the UN policy initiatives Moreover, Japan and France draw up a roadmap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Japan and France have agreed on a roadmap until 2027 to strengthen the defens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focus on addressing China's increasing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In addition, U.S. to deploy new ground-based missiles to Indo-Pacific in 2024 The U.S. military plans to deploy ground-based intermediate-range missiles in the Indo-Pacific in 2024 This is the first arsenal in the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o enhance deterrence against China U.S. Army Pacific spokesperson Rob Phillips said that he said options being considered include land-based versions of the standard missile 6 and the Tom Hawk cruise missiles The ranges of the missiles are between 500 and 2700 kilometers 欢迎回到 雅晴看世界 这个话题 你可以看到 就是德州 到底是不是 跟中央政府 有一些问题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跟大家说 这个就是 微博疯传的 说 我跟你讲 美国德州 跟中央政府 内战 军队都对峙了 然后你看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你突然看到 好像是对峙的状况 但事实上 并不是这样子 可是这个事件 有非常 复杂的一个层次 我跟大家讲 这个层次是什么 这个层次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美国很大 那德州 这些地方 当然就是他们 比较是挺 川普这边的 那德州跟中央政府 你说过去 是不是有些不愉快 那是一回事 可是中央政府 就是拜登说 你这上面弄 这个铁丝网 就是非常不人道 而且有人因此而受伤 或者是有人溺斃 他说我不支持你这样 可是德州的州长 就说 你不支持我这样子 我这么多的墨西哥难民 都进来 我怎么办 所以呢 包括了德州 包括了加州 包括了连结的 甚至连佛罗里达州 Dissantis 都支持他说 我们不要让移民进来 我们不要让他进来 而且德州州长说 你知道吗 我设了这个所谓的 我派了我们的国民兵 到现场之后 本来一个月进来 2000人呢 现在就剩下20个人 我的成效非常好 可是这里面牵涉到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这个呢 是拜登说 美国最高法院 在1月22号 以5票赞成 4票反对 通过决议 就是说你拜登政府 可以派遣你的边境巡逻队 就是你的联邦 联邦政府里面的人 不管是什么兵 你可以派去 然后你可以拆除 设立在美墨边境 防止移民进来的铁丝网 而且你德州相关的机构 不可以阻挠我 可是呢 德州州长艾波特 就说不行 我2月5号 他在德州召开记者 会说我就是不要让 非法移民进来 他就这样子杠上他 然后他就部署了 德州的民兵 民兵我们上次讲过 他也是国防部管 可是不是一般的军队 是民兵 就民间州政府 州长可以下令的 就是说 我就阻止在这里 然后呢 你相关的联邦军队 你不要进来 所以就会进成这样 你可以看到 一个是Texas National Guard 就不让他们进来的 是属于中央的 Border Patrol 就不进来 然后双方之间 所以就出现了 有这么一种 你不能够进去 你算不算对峙 我不让你进来 也算是态度上的对峙 但是不至于到内战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觉得名词不重要 我觉得比较重要 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 到底这个 边境危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概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当然讲到 就是说 因为拜登呢 他对于这个边境管制 跟川普的做法 是很不一样的 那拜登时代 他对边境管制 因为川普时代 他为了遏止 这个边境的 这个非法投入 非法移民 所以他呢 就把很多人都 居留起来 所以当时 大概居留 大概58万人 那川普 这个是川普 川普时代 那拜登时代就说 这样子居留 可能是不人道的做法 所以他说 那你只要是 偷渡进来的 我就不让你 能够获得庇护 但是 那所以他减少了 这个居留的人数 大概从58万 减到了只有37万 那但是因为这样 就很多人就偷渡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缺工 然后呢 你一旦 因为美国的这个 所谓移民法院的人数 又不足 所以你一旦进来以后 你要在等待 移民法院审判的过程里头呢 你的那个时间就很长 就可以留在美国4年 他现在 美国有300万的 非法偷渡课 在等待审判 等待一等待 就可以等待4年 4年 留学生都还不能 待那么久啊 留学生毕业 不是一年两年 除非你有特别的 可能3年 他们就在美国工作啊 什么 那当然另外一个 结构性的因素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因为这些边境的州 像德州 佛罗亚州 都是共和党的州长 对 而他们认为说 你像北方这些 大都市这些州 是民主党的这个州 对 那所以他说 你们这些人 主张要对这些 非法偷渡课 人道待遇 结果受苦的是 我们这些边境的州 所以他就 像他们就用大巴士 把他们送到纽约去 真的 我那时候 去年8月在纽约的时候 我真的感受到 纽约的民众 说那些民众就送过来 因为你们说没事 就送过来 然后纽约市政府有愿意 你知道他们住哪里吗 他们住饭店 为什么是饭店 就是因为有些饭店 不是疫情的时候 生意不好 他就把它变成 好像是一些收容中心 都是蛮不错 五十几街的饭店 然后就让他们住 可是住了以后 他们没有钱 我讲的不是 不是墨西哥的 可能是厄瓜多那边的 中南美洲的 然后突然之间 从来他们说 从来没有看到 纽约地铁里面 有人 有人乞讨 就出现了 而且他们也不是 很侵入式的乞讨 他们就背着小baby 然后也不会讲话 就卖口香糖或什么 所以大家纽约市民 就整个傻眼 你知道吗 但他们都是比较人道 因为纽约 你知道比较 比较liber 就是给他们钱 给他们钱 可是你接融 你的世道上 就看到非常多 这种人出现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在 2023年5月以前 那个时候 有所谓的42条 42条 其实它就是说 针对这种 有疫情的国家 它的这个移民 是宽松的 没有 就是严格的 就是说你可以 政府的边防部队 可以把它 边防巡逻队 可以把它驱逐的 那因为现在 到了2023年5月以后 这个疫情的情况解除了 对 所以政府就没有办法 使用42条 所以才使这些人 大量的涌入 那其实它那个数字 非常惊人 一天高 就可以高达1万人 是蛮多 真的蛮多的 像11月 2023年11月 就有25万人 所以它非常惊人 那因此才会让 这些边境的这些州 苦不堪言 那这些州的居民 很多他们是支持共和党 所以他们就很期待 他们的州长 采取铁腕措施 来阻挡这些非凡 而且这里还有个层次 如果观众朋友看到 他们在讨论这个话题 就牵涉到很多国 美国的主流媒体 他们是用南北战争来形容 为什么讲到南北战争 当年的黑奴的事件 你记不记得 就是南部的这些州 他们需要有蓄奴 那所以他们必须要有黑奴 可是呢 问题是北部的州 就说你这样子是不对的 是违反人权的 所以才会引发了这个战争 这个状况就有点 echo到那个时候的情形 就是说北部的 你们都是觉得要人权 可是我南部这些 我当年 你知道像德州 他们讲什么 这里啊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德州嘛 这个是墨西哥 这次在引起对峙争议 或者说有一些铁丝网的地方 是在Eagle Pass这个地方 Eagle Pass这个地方呢 其实这个地方 他们就说 就附近的这个地方 还有他们讨论开会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有一点历史上的讽刺 那个时候是美墨战争的时候 墨西哥将军是拒绝离开的 然后现在变成这个地方在这里呢 德州州长怎么讲 他说 这是我们当时啊 我们的美国军人啊 花了这个抛头颅撒热血啊 把这个墨西哥土地给拿下来 那我现在绝对一寸不让 我如果让你进来的话 那我们当时白白拿下来了 可是问题是 对于墨西哥人来讲 那边的人很多讲墨西哥话啊 对不对 虽然说你知道 如果你在加州或德州 你还蛮多人要讲墨西哥话 他们就说 那我以前很多地方在那里 那我过去不行吗 我现在就会变得很争议啊 其实那个 这些非法移民 老实讲 不是全部都是墨西哥人 他有一些从那边 会集到那里 对全部都 那只是通道 对 通道会 现在中国每一天 大概有三千人 也是中国论 论到那里去 走线 他们叫走线 对但是老实讲 三千人还是算很少 所以在众议院开会 本来他们要援助乌克兰的时候 他们提出一个妥协方案 就是我们是要怎么处理移民的问题 是 然后他们本来定个名额说 一天开放五千人 然后他们就都说不行 如果定个数字出来 那是不是让偷渡者知道说 我一天可以有五千人 对五千个人的名额 所以大家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些新闻 就是说以为开放的时候 所有中南美洲 有没有 在别的地方 就是一涌而入 就是这样子 王老师怎么看这个 这会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进广告就来讨论 我们进广告就来讨论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 会是美国这次总统大选 很重要的一个key point 可是这里面又mix到 历史的情节 又mix到人道的问题 还有经济的问题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觉得这个事情 非常值得讨论 是因为你知道吗 德州想要独立吗 其实并不是 但是德州论坛报就说了 你中央的这个政策 使得德州 是不是想要独立 因为我对你的看法不一样 我刚讲到这个 Eagle Pass 这个地点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对峙 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那还有说历史上 过去美墨之间 打仗对峙的 就是谢尔比公园 谢尔比公园 那个时候是 墨西哥将军 拒绝交出来的 所以现在这个情形 王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因为更加复杂的是 如果这些人 他不是墨西哥人 也不是中南美洲人 而是中国人 他不就是变了一个破口吗 因为美国一直不希望 有人从里面 有一些中国的人 他担心有所谓的 商业间谍 或科技间谍的问题 对 我觉得就是说 从这个里面 你当然反映出 美国立国以来 两种不同的这种争论 就是说 美国其实是一个 以州为主的 这样子一个联邦体制 其实每个州 他自己的自主权利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 不是很看得起 这个联邦政府 对他们这些立宪者来讲 联邦政府是一个 就一个极权的一个中心 因为他们从英国这样子过来 受到这种抽税 这种压迫 这种一个情况 我觉得他们很惧怕 这种联邦政府 又再度把他们的力量 升到各个州里面去 那现在当然德州 他直接面临到 我们讲的是 非法移民的问题 所以说不是针对合法 合法经过审查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些大量的非法 你不知道他们 有没有间谍行为 有没有犯罪 有这种所谓的孕毒 有这些造成地方治安的问题 这个对州来讲 它是有很大的 行政负担跟压力 不是你一个 简单的一个中央说 人到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去安抚 或解决这个问题 那对拜登来讲 他今天要争取的选票 不是争取德州的 因为德州的票 一定不是他的 一定不是他的 他要争取的是 他怎么样处理 这个事情的态度 会让这些民主党的 这些选民去看说 你是不是还是维持 我们原来的 支持你的那个 拜登的那个理念 从这种人道 从比较左派 从这种社会福利的 这种角度 来去妥善处理这个事情 更重要的是 不要屈服于 共和党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当然 也牵涉到选举的问题 也牵涉到 我们刚刚提到说 有这种中国的问题 进入到这个里面 有一些非法行为 这个我觉得 对这个选举来讲 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影响 那可是现在他们 有15个州 你看这次包括了 德州之外 佛州州长迪尚特 他们也是表示支持 然后佛州也带了 就是我派了1000个 国民兵到现场 这里有15个州的 这个州 13名共和党籍的州长 他们就是已经到 德州去参加记者会 等于是support他们 然后现在中国又说 我跟你讲 内战什么这样子 这样会造成 等于是认知作战 然后让美国的选情 更加复杂吗 会这样子吗 会啊 其实这个都是 认知作战的一部分 那当然这个也是 间接在揭入选举 他被人 实在讲说 美国很乱 因为基本上 中美的这种东西 是结构性的问题 除非是 美国的民主制度崩坏 不然就中国的 专制制度崩坏 他有办法改变 否则现在制度上 不可能是有 很大改变 那他当然 做中国立场来讲 他认为说 美国的民主制度 是个笑话 所以要看到他们的笑话 就是去嘲讽他们说 你这个是制度上 就是这个可笑 那这个东西 当然是 因为南北 可能有不同的立场 那前阵子也有 把这些非法移民 送到芝加哥 还冻死在巴士上 就冻死 他们是非法送 还是政府部门送 政府送也会冻死 他不是应该有暖气吗 这是用公车运送 冬天 那当然也会有冻死 像这种情况 当然就以美国 强调人权民主 然后你会发生这些 所谓的比较 大家觉得不能道的方法 产生的时候 就指责 苛责美国 那这当然就是 偷渡者说 美国不是强调 民主人权吗 那你应该是要 让我们进来 不过我真的觉得 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不是那么的理想 我自己去的时候 我到纽约去看的时候 有很多人跟我讲说 我们都认为说 美国的国民 有多少人受到 这个大学教育 他们说 其实是比例 是越来越低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钱 你念大学都需要钱 你念大学需要钱 你要去学贷 很多人就没有念 不是我们想象 像台湾 我们台湾好 很多人都念大学 对不对 在美国的例子 就不是这样 那我再回到这里 讲到选举的部分 目前的态势看起来 是不是就是川普 比较领先 你看一下这个民调 像是 Capital Hill的这个民调 你看川普跟拜登 他们的比例来讲 现在是到了领先 大概4% 有的是 可能是中间选民 领先更多 那我们也看到了 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为了金钱的部分 有些是 罢工啊 相关的部分 上次拜登去一次 甚至要去 那他这次呢 来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他在Michigan 要参加一个 汽车劳工罢工 那联合汽车工会呢 是挺拜登的 可是川普这里 有个国际卡车司机工会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 现在的这个选举工会 变得非常重要 左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你看这一次 尤其我们讲到 一有罢工 然后呢 这个拜登说 我也要去了 可是不是每个人 都支持他去了 结果你这样 可是他说没有办法 我就是要争取Union的支持啊 第一个 因为劳工 其实是受到通货膨胀 影响最大的人 对 因为他们的 其实他们的所得 跟他们的 他们的储蓄 其实没那么多 那他们一旦 这个生活费用提高来讲 他们的这个生活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 所以这是第一个 通货膨胀的 这个受到影响的群体 第二个 劳工传统上支持民主党 但是因为整个美国 这种所谓 反自由贸易的浪潮起来了 那他们其实有一些 在过去就被川普拉走 所以你现在 如何去确保 你摇摆州 其实关键就在于 怎么样去巩固 这些传统的 这些劳工 特别是在摇摆州 比如像汽车工业 就是在摇摆州嘛 像这个 Bitroy那边吗 对 从这个密西根州 一直下来 到这个欧海奥州 然后到印第安娜州 主要是像宾州啦 宾州 欧海奥跟这个密西根 这三个地方 其实都有很多的 这个汽车工业的 这个工厂 那劳工 那这些人呢 其实就是 过去这几次 每一次总统大选 左右民主党 跟共和党胜选的关键 那再来一个 还有一个 你看这一次 他讲到的是 那个餐饮的从业劳工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内华达州 现在也有点摇摆的去向 哦 内华达州就是 拉斯维加斯那边 对 然后另外一个 他反映就是 很多劳工 现在进入了服务业 因为你制造业 没有办法 再快速的扩张嘛 所以很多人 是转而进入了服务业 可是服务业 就会受到生活费用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当你生活费用上升的时候 你其他的这种消费就减少 那你服务业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是为什么 现在餐饮业 它也变成一个重要的这个指标 因为它吸收了很多 没有办法到其他地方 没有办法到其他行业就业的人口 但是当你的这个 生活费用上升 比如像在美国 在外面 在餐厅吃饭 现在变得很昂贵啊 我跟你讲 各位观众朋友 你知道吗 在纽约我小费 他们是正常要付20% 晚餐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8.5% 不得了 10%不得了 现在是20% 而且他给你勾哦 你要勾 你可以勾18% 20% 25% 我说哇 怎么那么高 后来有人就说 学生的话没有关系 学生就给他18% 我就18%也很高 有的人就说 你服务不好 我给你15% 所以我自从到美国 就是我隔了很久 再到纽约去 我回来台湾 我非常的appreciate 我吃完饭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都觉得 不用付那么多 我跟你讲 差很多 真的是很精元 差很多 你菜吃下来随便 就六七千台币 这样跑不掉 结果就变成 其实这些员工 这些餐厅都受到影响 因为你这么高的费用 大家就减少去餐厅 所以其实整体来讲 他的收入就反而下降了 他那些税 其实并不是拿给他们 小费是给他们 小费本来就是给他们的 可是大家反而 很多人就变成吃东西 变成很难 就宁愿就在家里 除非你是旅客 你才会去餐厅吃 很多人就干脆在家里吃 所以就是说 他们会受到影响 跟整个通过膨胀 生活费用上升 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那王老师怎么看 这次川普跟 你看川普跟拜登 他们现在还都在初选 但他几乎底定的 就是共和党 就会是川普 然后拜登 这民主党就会是他 那现在看起来 民调也是有一些拉锯 就是等于说是 川普比较领先 你看到最终了吗 我此时此刻 稍微比较乐观一点 乐观是说 我对拜登的选行 稍微比较乐观一点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在 南卡罗胜利 而是说 我觉得越来越觉得说 现在美国的选举 因为他跟我们的选举 之路比较不一样 你去看他的 普选民调不准 你要看说 因为他是一个 选举人票制的 所以七个摇摆州 才是关键 那现在摇摆州有改吗 七个摇摆州里面 我看到最新的民调数据是 川普是都领先没错 不过他大概是 45%左右这个上下 拜登大概是41%左右 可是有10%到12%的选民 还没有决定 在摇摆州里面 所以说 他还是有一个 因为你说45%跟41% 其实也是算在 误差范围内 所以说你如果 你再加上说 接下来未决定的选民 在这些摇摆州里面 那就看谁在这个里面 可以很好的 就是争取到这些选民的支持 所以就是还可以值得观察 我觉得还有力薄的机会 力薄的机会 我们往后就回来看 那到底美国对台湾 还有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我特别讲到刚说 众议院曾经出了一个法案出来 怎么会把台湾排除掉 还有苏起的论述 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我们来看到美中台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在过年之前的 这个新闻让我很在意 当然后来变化不一样 我就说你在美国的众议院当中 过去来讲 你通过任何所谓的 NDAA的法案或国防授权法 相关的源外的部分 我们上次都讲过了 他们有个package 然后这个package 就是要给以色列 给乌克兰 给台湾 可是我们知道 在2月3号的时候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内容 他通过了一个package 没有到1000亿 本来拜登说要1000亿 他没有用1000亿 他170几亿 但是他就只有给以色列 没有台湾了 也没有乌克兰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这整个package当中 原来的package是1000多亿 其实从这个事情来看 我同样也要看到的 到底他们之前 不是有给台湾一些军援 比如说刺针飞弹 已经交给台湾了 而且这是要保护 我们的首都区 首都区有点像是 反斩首行动 这么一个首都区 另外我们再看到的 他们的绿扁帽也来了 绿扁帽要常驻到台湾的外岛 尤其他这里面绿扁帽 是要去操作他们这个 黑色大黄蜂的无人机 这个感觉就是说 美国的特种部队 顾问他进驻到外岛 感觉起来不就是跟台湾很密切 为什么他们在 整个的众议院提出的案子 会是这样 我们要怎么解读 宏老师 其实这是两件事情 当然众议院这件事情 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 立场的差异 因为民主党希望是 乌克兰优先 那共和党当然是 以色列优先 那台湾就突然 对 这是主要 这两个事件为主 那这边所谓的 提供台湾的这一些 不管是顾问团 这些是常态的 就之前已经提供的 而且提供的 一些些无人机 那这些无人机 最近我们从 那个乌克兰战争 到中东战争 都发现 其实这一些单位 都用无人机在作战 对 所以无人机在 未来的战争当中 会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而且他这次是 美国的绿扁帽军团 派过来 有特别的地方吗 当然这是比较特殊的部队 那当然我们来讲 他是以顾问的名义 来所谓的技术协访 他不是进驻 当然他不是派美军来 而是以技术的部分来协助 因为毕竟他提供了一些 我们必要的防卫的武器 也需要有一些教导 跟把经验的传承 我想这是顾问的角色 比较重 他不是美军的进驻 在台湾 这是不同的形式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也在过年之前 就苏琪 苏琪我说 他是我Colombia的学长 然后他很密切的原因 是因为他跟马英九 应该蛮密切的吧 但是没想到 他出了一本书以后 把马英九说的 好像就是一个 没有大格局 只看小事 然后会弃居保帅 但是我们讲到 他这个说法的时候 我想先讲 他讲对这个 两岸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就讲说 两岸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这个常态化 他认为大概 四到五年就game over 四到五年就game over 而且呢 他是不会超过 赖清德的任期 我就在想 那你怎么想到赖清德 不是八年 对不对 但是他讲说 四到五年就game over 而且说两岸的关系 他会出现 所谓的南海撞击化 他南海撞击化 他的意思就是说 像这个M503航线啊 很多这个插枪走火啊 到时候他就会逼你谈 以战逼合逼你谈 但我想问卓老师 我就讲 什么叫做常态化 四到五年就game over 什么意思啊 第一个我想 苏琪老师 对于两岸关系 其实是比较悲观的 他一直很悲观 因为当然他会 他看到的一个 大的这个图像 就是说呢 中共现在对于 和平统一的这个期待呢 就是越来越挫折 认为和平统一 几乎是无望 那这种情况下 那他基于 他长期以来都主张 就是要统一 那所以他可能就会 采取非和平的方式 来推动统一 他认为这样子 可是习近平都说 要维持和平统一啊 对 就是说 我想说他悲观的理由 就是说 虽然习近平 是这样声称 但是对于大陆内部来讲 很多人把共产党 没有办法有效推进统一 作为批评共产党的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OK 那他讲到这个常态 四到五年game over 所以所谓的关系的 常态化不容易 什么叫常态化不容易 那最后会变成不常态化吗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书齐老师 他当然九二共识 是他提出来的 的名称 对 名称他提出来 所以他认为两岸的常态化 是因为九二共识而改变 那你现在民进党 蔡英文上台之后 不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你两岸的关系 就有点冻结 他认为再过来 九二共识已经不见了 尤其经过几次选举之后 他的认为九二共识不见 就等于这个game over了 game over become better become better 他认为是become worse 他觉得 我想他的一个主张 就我的理解 因为我想这是 今天刚刚出来的一个 就是这是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讲话 那就我的理解 其实他悲观的理由 就是在于说 两岸目前没有办法 进入一个所谓的政治谈判 那如果没有办法 通过政治谈判 去化解双方的 对于未来的一个 一个旗舰的话 那最后大陆可能 就会采取非和平的方式 去推动他的统一 这会使得两岸 过去所谓的 就过去我们能够享有的 这种和平稳定 会遭到重大的破坏 其实我都忍不住要吐槽他 因为他都以前就已经讲了说 会打仗 会地动山摇 可是地动山摇 那么久也没有 我只能说 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在这个方面 但是我在这里呢 特别我觉得很奇怪 我是蛮讶异的 他竟然就是批评了 非常多的马英九 说马英九呢 小事管太多 然后呢不照顾自家人 然后呢到最后呢 就是有弃居保帅 这么一个倾向 而且他还讲说 马英九跟属下谈事情 都不看他 就一直记笔记 所以属下在他面前滑手机 他也不怕 我觉得这个讲得好细哦 老师要不要解读一下 他被马英九给低去了吗 他是怎么了 我以为他们两个是 蛮一起 蛮麻吉的 当然这个是 麻吉是可能看什么事嘛 因为如果只是选战当中 对到民进党 那当然这两个就会结合嘛 那当然他对于可能 内部有些事情不满嘛 尤其是 马英九我们想说 前总统宣任之后 尤其是2020选举当中 他前面这些动作 或是跟 2020还是2024 2024 这些动作 包括跟北京的互动 你当然让他觉得 你没有办法 有效的 展现出一个 总统的格局 可是马英九讲了 相信习近平 苏琪老师不会高兴吗 他们应该是蛮一致 希望能够 苏老师他讲的重点 可能不是在于说 马总统最近讲了什么 一连串 他其实是希望 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就像他在这本书里头 他一开始提到 知我罪我 他都在所不济 因为他希望用他的经验 能够给后面的人 有一个启发 有一个指引 说怎么去看两岸关系 那因此他很 他用他自己的观察 去写了他认为 马总统时代的一些 功与过 那当然每一个人 需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如果因为毕竟 马总统那八年 已经是历史 所以要去评价他 本来就会有 很高的主观性 但是我们讲到这里 大家关心的 包括了M503 这个航道之外 就是在过年之前 我们看到的 就是王毅跟苏利文的见面 王毅跟苏利文的见面是在泰国 我记得是1月26 1月27 陆陆续续有很多事情出来 陆续续他被讲出来是什么 就是大家叫苏利文去评论一下 说你们到底讲了些什么 他说我不想去评论这个事情 因为不满地雷不能公开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什么叫不满地雷 王老师你怎么看 so what does it mean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 双方中美谈了12个小时 在泰国 有这么多 我们都开过会 我们都知道说12小时 非常永长的一个时间 那还包括翻译吧 包括翻译 那就算6小时好了 6小时也是蛮做不住的 但我意思是说 美中之间有太多的旗舰了 所以才需要沟通 密集沟通去管理 那重点是旗舰太多了 我觉得连气候方面都不见得 双方都有共识了 要怎么样去处理 温室效应的问题等等之类的 连气候这个比较政治敏感度 这么低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有共识的时候 你不用讲其他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台湾问题 乌尔战争的问题 然后这个鸿海问题 中东这些一系列这个东西 都没有起见 起见是说 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方式 我觉得中美双方 还是有很大认知上面的不同 好我们光讲到这一点嘛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伊朗 美国跟伊朗的关系 过去没那么糟 就是在川普任内的时候 变得很糟 我们广告就回来要看到 尾巴之间的问题 现在美国跟伊朗状况如何 把中国也卷进来 还有我们要看习近平 他到底为什么要打这个包子牌 进广告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今天是大年初九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事是如何 我们在台湾过年 很开心 但是他们真的很可怜 他们现在卡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布林肯 又第五度过年之前 第五度到了现场穿梭外交 然后我们也知道 美国跟伊朗之间 美国炸了伊朗有八十几个 所谓的相关国家的相关设施 然后伊朗的那些国家 比如说叙利亚 伊拉克 叶门 也开始反击 那会有什么样一个状况 我先来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这样子 美国轰炸了 包括了伊拉克 叙利亚跟叶门 那我们先看这个部分 这张图可以很清楚看到了 这是整个的态势 整个态势我们先看北部 北部的陆地站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先看到的 先是记得吗 1月28号的时候 不是就是在这个约旦境内 有美国一个第22号塔 Tower 22 它这个基地遭到了攻击 遭到了攻击呢 是谁攻击 就伊拉克里面 伊朗支持的部队攻击的 好这个打了之后呢 当然美国要反击 反击什么呢 你看到 它在这里呢 它就是来攻击谁呢 攻击伊拉克跟叙利亚境内 有七个地点 85个目标 然后这当中很特别 它还动用了B1 好B1的轰炸机 B1轰炸机可以带核弹的 然后在这个打之外 往南 你在往南 来摄影大哥可以拍到 往南它同步 就是艾森豪航母战斗群 直接发射了飞弹 打夜门 打胡塞组织 36个目标 就是我一北一南 这样攻击 那这样攻击之后呢 也还没有结束 现在没有结束是什么 那我相关的伊朗相关国家 我在反击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奥马尔油田的基地 是美军在叙利亚 最大的军事基地 它在2月5号过年之前 也被攻击 所以我说这个情形 在过去这段时间 打来打去 是不能够结束的 而且布林肯 赶快想办法去解决 要和解 但是和解很困难 我想问一下洪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现在这个战事 打到这样子 很明显的 就是美国伊朗在这里 然后中国在背后 你到底要不要出手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当然是 背后都是伊朗 但是现在这场战争 我们看到是 用尾巴的冲突 然后发动 他们主要是要把美国 从这个在中东的驻军 全部赶出去 目的是这样子 目的是这样 要赶出他们 要驻军 那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是 采取的就是 一个不对称的战争 就是说他们用的是无人机 对 而且无人机全部都是伊朗 伊朗的 伊朗制作的 伊朗给他们的 提供给他们的 对 这是伊朗提供的 美国用V-1风炸机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可以飞的比较高 不容易被打到 因为以美国来讲是 我不能再有伤网 如果万一派的飞机 太低被打到 那它变成又有伤网 所以美国用的是 比较高成本 用比较大的飞机 去打你的无人机 对抗你的无人机攻击 你很精准的投机 美国用的是一种所谓 手术刀的作战 就是你去投射它几个 所谓的民兵的组织 的这一些基地 那是要精准的投地 那这变成一个不对称 就是说 基本上这种 还不到战争的模式 美国也无意对伊朗 发动前面战争 伊朗也无意对美国 发动战争 但这中间 这些旁边的小老弟 这种对冲突一定会持续 对而且这些小老弟的冲突 还蛮多的 而且有死伤 我们看到的 如果你用这张图来看 我这里应该也有另外一个 就比较清楚的地图 你可以看到的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 代理人战争的味道 因为现在美国说 我不打你伊朗 那我不打你伊朗 问题是说 你这些旁边的国家 受到影响的是什么 伊朗在这个地方 旁边的地方 这里是有伊拉克 伊拉克 叙利亚 尼巴嫩 尼巴嫩真主党 叙利亚这里也有一个 伊斯兰的这个单位 然后离伊拉克这里也有 所以这些都有所谓 伊朗扶持的单位 约旦这里也是有 约旦还好 但是感觉约旦是比较清美的 南部的叶门 就是我们讲的胡塞组织 或者是所谓的青年运动组织 那你这样子打下去 你看美国的报复之后 他死的就不是上次 美国三个人死亡 这一次他是谁呢 伊拉克民兵组织的人员 他有16名成员上升 叙利亚的人权 撩望组织有23个人死亡 就这样全部加起来 就39个人员 所以王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美国已经一脚踏进去了 你很难抽哦 对 不过刚刚补充一下 这个B1这个轰炸机 以美国现在来讲 第一个是B1 现在是常驻在中东 而且CP值最高的 威嚇力最强的 CP值最高 CP值最高 因为跟这个B2轰炸机来比的话 B2的成本太高 然后它的这个费用 维修等等之类的 就是说不值得啦 用这种东西去轰炸这个地方 所以B1的这个效果最好 然后可以精准打击 而且带的弹药最足够 那透过这种方式呢 因为其实苏利文 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记者问他说 有没有排除会轰炸伊朗的基地的时候 他没有排除 因为他如果讲排除 伊朗就不怕 对 但是你不觉得 他真的会打吧 这是最后手段 现在就是精准轰炸 但是避免直接跟伊朗正面冲突 所以还是打大理人战争 然后针对特定的组织进行攻击 追踪 我觉得会根据现有的情报单位 所提供的资讯 来做最有效 CP值最好的 这种回应的方式 其实我们看到 像这次伊朗这个动作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的 就是布林肯 他这次第五次 又到了这个中东地区 你看他这个路线是怎么走 他先到沙奥地阿拉伯 到沙奥地阿拉伯之后 到卡达 那到卡达之后 他再到埃及 然后再到以色列 到了以色列之后 他也要去约旦河西岸战旅区 我们知道这个是巴勒斯坦的 那个算是他们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 一个正式的 一个自治政府的government 阿巴斯的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看得出来 他就想办法要去协调 要有个结果 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地方 他在沙奥地阿拉伯 他见的是沙特王储 穆罕默德 还有沙特外长来见面 就是说推进沙国跟以色列之间 关系正常化 本来他们都要有关系正常化了 因为这个一打仗 全部就没了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 加萨走廊战后怎么治理 现在这个方案 他第一阶段 因为哈马斯是说 你要停战你就停战 forever 然后我们再来谈 以色列就说我不可能啊 那现在最新的说法 就是说是不是有停战六周 哈马斯就用以色列人质 来交换巴勒斯坦囚犯 哈马斯说 我目前没有任何 达成任何协议 以色列也说我也在考虑 你们先达成再好了 所以过年这样吵了 两半天也是没有结果 卓老师怎么评论 第一个你看他这个地点 卡达主要他 因为他是这个哈马斯的 一个重要的金主 他也收容了一些 哈马斯的领导人 一些高层都在那边 所以说他是过去这段时间 去介入斡旋 怎么样释放人质 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外部的力量 那埃及就涉及到 未来巴勒斯坦人 如果没有办法 在加萨走廊 继续停留的话 继续留在 有一部分人 没有办法继续留在 加萨走廊 特别是哈马斯的高层 就是要从哈法港那边进去 他也可能要去埃及 所以说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行为者 其实最重要的当然不是卡达跟埃及 而是沙烏加拉伯跟以色列 还有巴勒斯坦知识政府 因为现在美国希望在总统大选之前 能够实现所谓的两国方案 因为过去在去年10月7号 哈马斯攻击之前 美国其实根本没有注意到 哈马斯的行动 所以这个其实是拜登政府很大的一个失误 那现在他要弥补这个失误 他的方法就是说 那他让以色列跟埃及 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 能够实现所谓两国方案 那这里头当然第一个 沙烏加拉伯会要求的就是说 那他要美国对他的这个防卫 要有所承诺 那以色列当然就是说 美国因为对他有援助 所以以色列美国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施压他 美国同时也会影响到 国际上能不能继续支持以色列 但是最核心的还是巴勒斯坦知识政府 因为巴勒斯坦知识政府 如果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他的财政一定要独立 可是他目前为止 主要是仰赖以色列的援助 所以说以色列怎么可能让他独立 他说你都财政仰赖 我为什么要让你独立 所以这又牵涉到说 如果他独立 他要不要有军队 要不要有警察 所以这些问题 他都在目前这两国方案里头 都要处理 如果他要财政独立 最有可能的还是依赖 像沙烏地阿拉伯这样子的阿拉伯兄弟 来支持他 那还有就是加萨走廊 是不是要由阿拉伯世界来共管 所以这个 因为拜登政府现在非常着急 如果不能够在大选之前 就能够定案 那那些像在摇摆州里头的 密西根州 乔治亚州里头的阿拉伯移民 就不会投他 因为在2020年 他们几乎全数投给了拜登 所以这个也牵动到美国大选 对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 而且更何况民主党内很多的左派自由派 是不满意拜登处理这个以色列 就不满意拜登支持以色列 所以他变成必须一定要再选前 而且可能选前都来不及 一定要在八月之前 就会有一个具体的成果 没错没错 因为他们很多就是讲人权嘛 就是说你这样子弄到最后太多人死亡了 那其实我们看这事情 我想把这个事情再连结到中国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现在如果要碰伊朗 中国的态度很重要 但是呢如果美国要制裁伊朗 又怕影响到中国 他跟这个伊朗买油嘛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他们有开始有制裁的动作 是兵分两路 兵分哪两路呢 美国方面出手了 他一方面呢就是说 我跟你讲哦 因为你们有一些公司 有四家香港公司 你们提供给伊朗 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 跟无人机的原料跟技术 所以我就宣布制裁这四间 这四间公司 一个叫伊国际贸易 优势贸易 香港都林科技 中国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你知道光是中国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我就说这是中国的公司 错 全部是伊朗的公司 全部是伊朗的公司 然后有设在香港 但是它originally都是伊朗的公司 那你就问我说 为什么取一个名词 叫中国中油股份 就很奇怪嘛 就让你这样子 所以它一个动作是这样 另外一个 它就用司法部说 我现在你们有一些非法销售 对不对 非法伊朗的油 非法销售给中国俄罗斯 那我现在就把你们扣押 52万桶的伊朗石油 这是两方这样一个动作 可是你这里说不碰中国 还是碰了嘛 洪老师怎么看这个 它这些都是伊朗的公司哦 对 我们先讲 布林肯 它这个路线 基本上是要处理 以它的问题 你觉得 对啊 对 因为它这是 主要是卡达跟埃及 这主要是 这个部分 但哈马斯不容易 但是先停火的原因是认为 美国 你先把它定位为 那个所谓的恐怖组织 那我怎么跟你签协议 所以它意思说 你美国先承认我 是合法的组织嘛 我们再来谈协议嘛 那另外一个 就是它涉及到 另外一条线 就是伊朗这一块嘛 对 那伊朗这一块就是说 它也是两线 一线透过王毅 从中国施压 对 一线透过美国的经济制裁 希望能够有效 但是你现在的制裁 伊朗其实效果不大 因为伊朗已经被制裁很久了 因为已经被制裁很久 再加上伊朗跟 我们刚刚讲 俄罗斯跟中国 现在已经结成一个联盟的概念了 所以你现在要制裁它 老实讲 有点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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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之前的力道 已经用那么多了 所以你现在制裁只是 可能只是在展现说 你有动作而已 那王老师怎么看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说 对美国来讲 其实它这个是个两面论 第一个是说 制裁这个东西 会不会因此而造成油价的提升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 不管是经济层面 物价上面来讲 对它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觉得伊朗可以反向操作 用这个东西去影响整个 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说 的确美国有个假设 就是说中国对伊朗有影响力 因为当初就是中国成功促成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伊朗跟阿拉伯世界的和解 因为宗教问题的和解 所以美国还是的确假设说 中国对这个东西有一些影响力 所以过去这两周 中国药部的确有一个发言说 他们尝试在这个鸿海地区 尝试在这个伊朗中东这个问题上面 能够出一些力 可是我觉得中方有时候 动作有一点没有那么具体 你有没有觉得他说我做了我做了 可是他没有真的做 中方习惯有政治动作 有政治表态 但是实际要操作的时候 中方不会有出什么真正的力道 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觉得美国有点圆木求鱼 他寄望制裁寄望中国 可是实际上这两方都没有办法 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在联合国也有动作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 这个事情拖太久了 这事情拖太久 那美国方面也急于赶快解决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中国俄国伊朗 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当中 他们就说 美国这一波报复性的空袭 因为他们现在在打伊朗相关的国家的 里面的一些所谓的 伊朗所扶持的单位 或者说什么叛军 那这些动作呢 他们就是会让现场更加紧张 然后呢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伍德 就说我方不寻求跟伊朗直接冲突 但是会持续的保护我方人员 以免遭遇 令人无法接受的攻击事件 他讲的就是攻击事件 可是我们硬碰硬看到的 就现在很多东西 为什么说物价会涨 你知道光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夜门这里 他完全没有放松啊 他一样还是无人机在门打 然后这里呢 就牵涉到 大家船都全部移开嘛 总不能就是说 我们全部跟着中国船吧 有人就说 大哥的船在这里 谁敢过来 你全部跟着中国的船 这也不是一个办法 所以他全部都要绕 大家知道吗 你这个东西不能够走苏伊士运河 你不能走苏伊士运河 你要绕 绕到好旺角 这么远的这个情形 当然钱就增加啦 运费就增加啦 这个就加上这个石油价格上升的话 那就会进一步推升通货膨胀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美国跟英国要联手来 就是打击这个夜门的这个青年运动 那但是现在就是中国大陆 到底能够发挥多啥的力量 其实这个制裁 有一点是相装五件意在配工 因为你看这些很多公司 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其实还有一家公司 没有提到 其实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石油公司 其实也有受到影响 可是这个不是 他们全部提供 不是这家公司 不是这家 另外的 另外的有那个 对 因为其实 因为中国大陆是伊朗 最主要的石油购买家 没错 对 它的九成都流向了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为了要处理 跟伊朗的石油贸易 它还特别设置 比方有一些 中国银行 他们还特别设置一些 专属的分支的银行 来处理这些金融的事物 就是双方的金融交易 但结果后来 现在发现到了什么情况 就是说 中国大陆 他美国制裁了 中国大陆之后 金融时报 就有一个新的形容是说 原来这个不只是 中国大陆这些公司 有涉入到伊朗的贸易 伊朗的这个 所谓刚才讲的这家 伊朗的石油 伊朗有一家石油公司 叫做商业石油公司 石油商业公司 它在英国两个最大的银行 也都有账户 他们也有通过 他们在英国的账户去处理 他们的这个金融交易 或者是贸易关系 所以说它这个牵涉面 其实蛮广的 因为他们被制裁多年 他们发展出很多绕道的方式 对所以你很难制裁它 对所以你真的要制裁下去 你可能也会伤到一些 英国或其他跟美国有盟友关系的 其实从这个事情 我们从整个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就是美国跟中国 在中东这里有一块这个问题 然后主角是伊朗 对不对 那美国跟中国 在整个的印太地区 台湾海峡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台湾 所以现在我们就说呢 讲到这整个揪在一起 所以上次我们才会说 为什么美国不敢对伊朗 有太大的军事动作 它怕到时候 中国可能对台湾又如何如何 所以整个是牵动到一起的 那卓老师你刚刚说 你想补充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美国派这个相关的 像绿扁帽这种所谓的 特别的顾问团来我们的外岛 然后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个 黑色大黄蜂的无人机 这个它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黑色大黄蜂 无人机的这些使用 或者说绿扁帽 它主要是针对城镇战 就是如果共军登陆的话 要怎么样防卫 保卫台湾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 像前一阵子CSS 他们的一个推演 他们认为说 最有可能的战争情境是封锁 那封锁那个情况下 那台湾要怎么解围 那个时候就可能需要 美国的部队 美国的这个海空军出动 但是美国现在发现到 它的这种出兵的情境 最有可能的软肋 是所谓的后勤补给 因此他们现在跟这个澳洲 进行演习的时候 就把一些装备都留在澳洲 留在澳洲 对 他们甚至在寻找其他地方 可以作为他们 安置这些所谓后勤设备的一些 我记得在这个NDAA里面的一个方案 他就讲说在有一些地方 就是我们当时说是什么 armament的这个storage 所谓的弹药库 不是真的弹药库 就是它很多地方就可以放 菲律宾 对 菲律宾是最多的 因为它这里头发现 美国的推演是认为说 第一个会最缺的是弹药 第二个最缺的是燃料 对 那他说如果 如果真的美国跟这个 中国大陆发生了军事冲突 就是美国为了要打破 中国大陆的经济封锁 他要派海军过来的时候 中国大陆可能会先攻击 他的后勤据点 所以他后勤据点一定要很多 然后一定要存放 足够的这些弹药 燃料 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美国是很严肃 在面对一个台海有势的情境 了解 那我们广告就回来 要讲一下中国 因为呢 三月份两会就要召开 而且呢就说 诶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就是彭丽媛要进到政治局吗 不过我们先看的是 习近平不出来则已 一出来 每个动作都出来了 怎么解读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我们其实讲到 就是在新的一年龙年到的 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有人就说 推背图里面说了 黑兔进入到青龙穴 然后就是说呢 已经过去了除夕 还好没有什么政变 当时大家就想除夕 这个时候中国不能放假 因为呢 中国会不稳什么的 但是我现在来讲的 就是习近平这个动作很奇特 为什么这样讲 习近平之前被一个小护士说 他到底是不是得了胰脏癌 然后不露面则已 一露面就非常的密集 我看这张图好了 你可以看到他1月29号 1月29号呢 他出席了 迎春文艺的演出 1月30号哦 第二天接受了42名 驻中大使的递交国书 然后紧接着 到2月1号的时候 他就去看这个天津部队 然后去讲这个天津的包子 所以他这些积极的露面 是不是为了他的所谓的 传出离癌的这个问题来辟谣 但我首先来讲到 他特别讲包子 大家都有点吓一跳 难不成他不知道 大家叫他洗包子吗 他知道吧 知道啊 他知道 然后你看他在这里哦 他到天津去啊 然后当然蔡奇他们陪着他去嘛 然后还有陈明尔嘛 去到了也就有个天津的古文化街 他就说哎呀这个包子啊 我想到当年啊文革时候啊 就大串联的时候 他说1966年我出去串联 经过天津站 站上啊这个卖这个天津包子 一小盒六个 我买了一盒 哎呦我说 怎么这么好吃 哎我念到他这个 我就流口水了 中国的包子很好吃吧 他说葱肉包子是不是 你要不要讲一下 他干嘛讲这个 应该是这样子讲 因为中国 因为习近平嘛 习嘛 他说除夕夜是除夕嘛 对 除夕嘛 对 所以现在禁止 不能过除夕夜 好 这只是谐音梗 那他这个包子 当然有几个含义 第一个当然大家知道 他自己在自嘲 大家知道他习包子吗 他知道 因为他开始 他登基的时候 就到了北京 庆丰包子店 当年 可是那个时候 他当时去庆丰包子店的时候 人家还不知道他习包子吧 没有 是因为这个才有来 就这个事情有来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说 庆丰元年 庆丰二年 就是用这个概念 原来是这样 了解 天津本来就是包子的一个 主要它的特色 果不里汤包 果不里包子 这是汤包 这是汤包 那他当然讲的 他没有讲文革 他只是讲串联 串联是文革的时候 红卫兵 的用法 对 当时到全国各地 就鼓励 毛泽东鼓励 这些红卫兵要走出去 所以当时你只要 红卫兵走出去是 到处都是坐车不用钱 吃饭都不用钱 到处串联 所以当时鼓励到 到处串联 那当然他说 他又买包子 其实他1962年的时候 他才13岁而已 1962年才13岁 他1953年 1962年13岁 1966年 1966年他才13岁 对 所以他才会觉得 包子很好吃 对 他当时其实他那时候 已经要 也算是红卫兵 他当时是要下乡的 他应该是没有去串联 因为他是属于 北京的那种 所谓高干子弟 当时他不是 出来串联的 他是被弄下乡的 应该是要去下乡 要去陕西 所以当然这个 他自己讲出来 当然只是说 是不是 他没有办法求证 他当年是不是到天津 那他故意 他故意讲串联 是表示说 我是跟着苗红 我当时也参与了文革的事 他打了毛泽东牌吗 是这个味道吗 现在基本上 以他这个年纪的人 大概都是属于文革的时期 他大概都经历过 这个文革的时期 我这里有一个 你可以说明 庆丰包子 至百地 对 庆丰包子 所以他也是这样子的关系 那我觉得 当然现在中国 有一股氛围 是在怀念毛泽东 为什么 当时至少公平 平等 就是说你贫护差距 现在不会这么大 有饭大家吃 可是人民公色 后来也是饿死不少人 可是他们会觉得比较公平 因为现在财富悬殊太大 对 他们现在悬殊 各种阶级没办法变动 所以开始已经有点 怀旧 所以他当然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来跟他回应所谓的人民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因为当年薄熙来 他当时就是要提出 毛主席的思想 他很红打黑 对 可是因为薄熙来这样一讲之后 马上就被习近平 给解决 而且习近平自己也要讲这个 因为当年是 薄熙来提出来 就是说要分配蛋糕 对 他当然是 他的那时候主张是 要把蛋糕做大 要把蛋糕做大再分配 当然现在他也要强调 要分配蛋糕 这个重要性 因为现在中国老实讲是 贫护差距非常严重 因为不管是说 有六亿人口 每个月不到一千块 还是九亿人口不到两千块 这个跟原来 他现在国民所得 漏差是很大的 我觉得很夸张 因为有时候 这个手机里面 他们会有一些影片出来 然后有一些网红 中国的网红 就说这个什么 爱马仕包 什么包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很夸张的 就讲了一些 非常非常夸张的事情 你这样子跟一般老百姓 就差距非常大 那其实我们从这里在看到 我等一下会讲到 他的内部的人事的变化之前 我先讲 其实国际也非常瞩目 因为他这次到天津 除了讲这个包子之外 他也去慰问了 驻天津部队的人士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就分析说 现在习近平在快速 提升他的军事影响力 那尤其他们关心到的 就是他的这个核弹的这个部分 他就把中国核武库的规模 扩大了一倍 达到了有500枚核弹头的水平 到2035年的时候 可能会达到1500枚的核弹头 所以大家注意到的 不是包子而是核弹 那王老师怎么看这个部分 当然核弹的数目多寡 是一个象征意义 就基本上来讲 他现在跟美国的核弹的数目 还是有一个差距 可是呢 他令这个周边国家 令美国感受到一个 很强的威胁 因为本来习近平是希望 2025年之前能够 所有东西就是他军事自主化 能够成功这样 你说核弹基本上只要几颗 这个他的毁灭性的压力 不需要多 他这个数量 其实是一个威慑性 象征性的意义 还是大于他实质上面的 破坏力的作用 还是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象征说 中国可以有这样子的 一个扩张的能力 能够有一个自治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 对于他去对抗 因为2021年的时候 他讲说东升西降 我觉得他一直还是有一个 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说 以他们的主观的判断 是认为美国的实力 还是在衰弱 所以只要时间够久 中国其实是一直往 上坡上面来走 美国其实是一直走下坡 美国现在叫做穷赌之末 他们这么认为 但他们自己的经济 要先搞好了 对不对 对 但你说金正恩也是 金正恩其实经济不用搞好 可是 他的这个军事上面的实力 是一直往上升的 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现在回到了 他们内部的这个部分 内部的这个部分 我们跟大家来讲 他有这个爱将 一般这次他到了天津 包括了就是天津市委书记 陈敏尔陪同 然后再来就是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蔡奇有陪同 然后还有呢 何立峰也是他之前 经贸上面的这个爱将 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们就说 现在的总理 李强是不是慢慢的 就被fade out 等于是淡出了 你可以看 在这里 李强被边缘化了 有两次的场合 他刚好都不在 一个是1月16号登场的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推动金融相关的研讨会 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去 然后当时是谁去呢 当时何立峰帮他主持 然后这一次我们知道 也有一个中国内部的 一个相关的会议 有点像是在训练的会议 结果呢 因为就是李强 他是去这个达沃斯的经济论坛 所以是蔡奇帮他去 蔡奇帮他主持 所以我们都说蔡奇 我们讲了非常多遍 蔡奇年纪也不小了 但是蔡奇非常受到重视 他有点像是办公室主任的味道 到哪里都带着他 感觉他就是非常非常的 核心中的核心 卓老师怎么看 现在习近平他身边的人 感觉就是蔡奇是No.1 然后真正的总理李强 就被边缘化了 我想其实蔡奇也不敢说是No.1 甚至也不能说是No.2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强人来说 他绝对会避免他身边 任何一个人可以取而代之 所以他一定是尽可能 在他身边是分散权力 所以而且他觉得蔡奇年纪比较大 不太可能取代他是这样吗 我觉得当然 而且蔡奇过去的一些经历来讲 也不太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接班人 他的政治局排名只有第五 是没有办法去挑战他的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关于讲到金融这个部分 因为在习近平在18大以后 他就设立一个金融委员会 其实他一开始就已经把李克强 尝试要去剥夺他的整个经济决策的权利 那现在在这个二十大之后 他又把金融改革放成他的重中之重 所以他当然就是要强调他个人 对于金融改革的领导 或对于金融部门的这种领导 那当然他们就相应而生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看大陆这些媒体报道 其实也要看他一些细微之处 就是说不见得是说 习近平本身的想法如何 或者说不只是习近平如何想 他要牵涉他们底下的人 想要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底下的人 想要透露出这样子一个讯息 说有的人在这个问题 在金融这个问题上 扮演比李强更重要的角色 因为这些他本来像他出访 这些都是已经安排好的 所以可能我觉得 重点是他为什么要释放这个讯息 就像刚才讲的吃包子 习近平那段讲话 后来在央视是没有播出的 因为其实大陆很多人 对文革还是深恶通绝的 所以说他们在处理文革这个讯息上 他们其实是非常小心的 因为如果一旦被解读成为 习近平去肯定了文革 或者大量大力的肯定了文革 这个对习近平的形象 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那可是刚刚这个洪老师不是说 有一些人也是希望 回到毛泽东时代吗 我觉得其实一苦思甜 这往往就是说 就以前不好的事情 因为时间很久了 他们会对这个有一些 重新不同的解读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走回 那个路线 他们会害怕 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的 因为他们现在是走这个 所谓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他的国有企业 占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其实我们现在讲到这里 我就看到 这个是之前 他们的中央财经委员会 他是把李强当副主任 这个习近平主任 然后李强副主任 我们现在说如果李强 他本身不是他来主导的话 之前刘鹤 对不对 刘鹤说退而不休 很厉害 可是刘鹤现在也不见了 有一个说法是跟恒大有关 所以不见了 所以现在中国整个经济在主导的是谁 就剩下何立峰了吗 现在就是何立峰了吗 何立峰 何立峰本身如果我们这样来讲 以派系来讲 他们都是习派 可是何立峰跟蔡奇 他们是福建邦 然后我们讲到李强 是所谓的浙江邦 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之江心系 那不一样吗 福建邦现在是当红吗 基本上是从十八大 刚刚周老师也讲 十八大的时候老实讲 我们看到的是习王体制 对 王岐山 王岐山 那等到十九大的时候 基本上王岐山就退了 对 所以当时他把从总理的潜力 拔到所谓的总书记身上 所以当时就是很多小组都一直设立 那等到这个二十大的时候 老实讲习近平是把潜力 下面的潜力是分散 就是他把它分散 或许你可以解读成 他在培养接班人也可以 因为他把它分散掉 那经济的部分就是 那个经济委员会 那当然本来是刘鹤 那刘鹤因为下来了 何立峰上来 何立峰是习近平到厦门 第一个认识的官员 当时跟他打篮球 他们共事十七年 比较久 对 那当然蔡奇就是在福建的部分 那李强跟刚刚讲到陈明尔 都是浙江 陈明尔这天津的市委书记 都是在浙江 那当然李强 他们这几个人都有个特色 就是说 他们都是属于幕僚的身份 比较幕僚型 所以你看起来就 李强他不是表现的 在当总理没有表现像 李克强那么强势 没有那么强 因为他是以前都是 秘书长的角色 幕僚角色 反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政治上 蔡奇的角色比较突出 他当然是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习近平报处是主任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当然就对政治的布局 就比较突出一点 那何立峰当然一直 大家会被诟病说 他只有在 local的一个经济处理能力 要处理到全国性的 不够宏观 对 所以可能需要 这段时间 大概就是在培养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要看到 他如果接下来的人士 我们讲到国务院等级的 就像我们台湾讲 行政院等级的 就要等他们 在三月份的 三月四号五号的人大 可能会有相关的这个部分 可是我觉得很好奇的 真的我们之前在讲说 这个习近平的太太 彭丽媛会不会进到政治局 现在好像真的有这么回事 至少国际的媒体 像VOA等等 都在讲这个部分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要讲的是 彭丽媛真的会进到政治局吗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有一些坊间的说法是这样子 就是各方国际媒体的说法是说 第一个 我跟你讲 就是万一习近平有癌症 他万一怎么样之后 你这个习家总要有一个人 在政治局里面 然后以免被清算 然后第二个 我们就讲到说 他说最近有非常多的山东邦 山东邦的人进去了 所以在这里呢 是不是表示 因为彭丽媛是山东人嘛 所以他可能也要进去 因为他们讲说 这个政治局过去来说 25个人 可是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呢 就是胡春华不是被移开吗 所以他们现在剩24个 所以这第25个 是不是要把彭丽媛放进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 就是三中全会啊 因为我们知道 一般来讲啊 你不一定是三月 因为他现在来说的话 三月可能会来不及了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举行了 三中全会是主要党的人士 一再的延后 跟习近平想要把 国际媒体说 想要把彭丽媛加入政治局有关 可能是习近平协助之下 由中央候补委员三级跳 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第25名的委员 哇 有可能吧 诶 彭老师 彭丽媛以前江青 他是演员出身 彭丽媛是声乐家 彭丽媛也有军职的吗 他现在是少将 现在是少将 少将 对 那他本身 就如果中共的这种 所谓政治局委员的资格 是65岁以下 那当然一定的致力 以条件来讲彭丽也是够 是够 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原因是在于 当然你那个如果当中央委员 你要先 第一关是党代表 党代表 那当然不一定要党代表 但大部分人的时候都先选党代表 然后再选中央候补委员 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 那他现在全部都不是 所以你要一下子就是要跳到 政治局委员 以目前来讲 当然如果习近平要操作也是可能 只是说我觉得激励不会太高 因为当然之前有潜力 江青也是在第九大 第十大的时候 变成政治局委员 他当时有经过选举党代表吗 但是当时是文革时期 没有 因为1969年九大的时候 是文革时期 其实是革委会比中央委员还大 所以那时候党是不重要的 所以就也不需要再经过 那个所谓选举 对 但如果我觉得 以前彭丽也要进去的话 当然是外面的想象 大概有两个 一个当然就是因为 这次政治局委员24个 那到底是临时被拉下来 胡春华变24个 还是习近平预留 可能未来想要加入一个 所以才变24个 这是大概第一个 第二个是 前阵子在出许一个丧离当中 彭丽媛站在习近平旁边 那政治局常委站在后面 这有他们就想象 但是如果与台湾人习俗 夫妻站一起应该是合理 很正常 他认为说 为什么彭丽媛站在政治局常委前面 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象说 他是不是要准备进入政治局委员的概念 但我觉得以目前的来看 我觉得可能性不会太高 你觉得可能性不会太高 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相关派系的部分 但是我讲一下 你看我记得我们以前看到 当时在审这个四人帮的时候 他们那个法庭上面 然后有一个好像围起来 你看那个江青那个样子 他那个穿着毛装 他的头发这样直直的 你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江青 在那个时候也是朋友之色啦 也算是朋友之色 那所以国际媒体当中 故意去讲这个事情 到底为什么 是不是他们是因为就是这样子 sale 就让大家来 销售量会比较好 收视率会比较好 还是他们就觉得他们很有兴趣啊 就像他们对金正恩的太太很有兴趣 他们现在也讲说 哎呦彭丽媛上来 就会跟当时的江青一样 呃王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江青的角色 跟这个金正恩的太太 这些比较不一样是说 大家会觉得说 其实彭丽媛在整个目前 当下习近平治理的这个 这个整个国家里面 特别在人事案上面 他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 除了刚刚这个主播讲到说 山东班或等等之类的 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秦刚 刚消失的这个中国的 前外交部部长秦刚 秦刚为什么会三级跳 跳到这个 秦刚的太太跟彭丽媛很好 对不对 加上秦刚以前在外交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是做礼賓师的 对啊他是礼賓师出身 他把彭丽媛服饰的很好 彭丽媛觉得说 这个小弟很可以 对这个小伙子啊年轻 做事情很丁金 我记得说走到哪里 算习近平走到哪里几步 都算很清楚 对所以我是 如果是彭丽媛的话 我不会想要进入到体制内的 这些什么政治局委员里面 因为我只要控制好 这个习近平就好 我其实真正在中国体制里面 我们看从毛泽东开始 到邓小平 真正就是说 在体制里面有影响力 在党里面有影响力 不是你拿了什么位置 而是实际上 你又没有这个影响力 你说话有没有人听 你就算 这个拿了位置 说话没有人听 你还是没有实权 所以我觉得以彭丽媛 现在的角色 做一个背后的隐武者 刚刚好 才能够发挥他最大的功用 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山东帮 像我自己也算是山东人 我有这山东人 还有这个客家人的血统 但是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个 我现在觉得中国还比 这个到底是什么哪里人 你看 这个习近平的太太彭丽媛 是山东人 这里还有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 引力 国防部长董军 还有现在 活建军的政委徐熙盛 还有最高法院院长张军 教育部部长怀敬鹏 还有国资委员的主委 也就是张玉拙 还有司法部长贺荣 所以现在是 便能说习近平走福建帮 浙江帮 他太太要走山东帮吗 其实山东人 比较会考试 公务员系统 童子的后代 是的 你不会是山东人吧 山东人 山东人比较 所以在中国的官僚系统里面 山东人占的比例很高 政治局中央委员里面 205个 有30几个是山东人 现在一级 县市的书记 大多数山东人 深圳市委书记的山东人 新疆的 军团的主席也是山东人 山东人本来就是在 考试上系统比较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例高是合理的 那你如果把它变成一个派系 我觉得可能还够不成 那如果你说军方 说董军 我觉得以彭丽媛在军队的身份 我觉得他应该是说得上话 那江青跟毛泽东 叫做政治伙伴关系 他们是政治伙伴的关系 就是他们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伙伴而变夫妻的 那彭丽媛我想他是可能在某一部分 有影响力 而因为究竟可以沟通 那我想 要形成一个 以类似江青这样的系统 我觉得可能性 还不够了 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山东人 我有另外一个解读 当然功课好 我不知道啦 但我会觉得 是不是山东人比较好管理 我不知道讲这个 因为我个人觉得 我过去听到 就说像我们就是比较实际 比较不会太坚巧吧 可能是上面的主管 然后就说了什么 我们就去把它执行吧 是不是 我不知道这样讲 对不对啦 但我也不是100% 那我问一下 周老师好了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山东帮在 邓小平时代也有 因为当时邓办主任 他就是山东人 所以也拔着了几个 连续两任的国防部长 加上那个副总理江春云 都是山东人 所以那时候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整体来讲 大陆因为他这个 其实他 因为他是这种 没有通过选举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结盟 就是这个传统中国人 讲的所谓的四同关系 就同乡就变得很重要 同年啦 或这个同窗啦 这些事情 那这种情况下 当然他就会 大家就会有这样子的联想 可是我们如果从刚才 讲到习近平 他的特色来说 他是一个 卧榻之旁 启荣他人安睡 他要确保他身边 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去挑战他 我觉得他对他的夫人 恐怕也会 有保持一定的这种戒心 也是会有戒心 对对对 我认为就是 特别是在权力的 我讲戒心 就是权力的运作上 他也会是保持一定的戒心 讲到这里 我们刚刚在讨论的 这是习近平共产党 我们讲一下国民党好不好 因为我知道在过年之前 就是大概在2月6号左右 您这边是不是 你们你在这边 就是说在国民党里面 说提起一个改革的运动 要不要说一下是怎么回事 最主要那个是2月5号 我们有9位在大学任教的老师 大家过去 有的是党员 有的是曾经支持过国民党 大家都认为说 其实国民党在选后 没有一个很全面性的检讨 那其实国民党的败选 其实不只是说 大家所看到的表面的因素 我们认为国民党在组织跟路线上 还有很大的调整的空间 如果不进行全面的调整 国民党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真正有能力 在未来可以取代民进党的 这样一个准执政党 所以我们希望国民党能够 从组织开始 向支持者开放 国民党不应该只是一个 党员的俱乐部 国民党应该是所有支持者 一个可以共同努力的平台 为什么会想到 要做这么一个改革的要求 我想我们的初衷是非常简单 就是希望我们对于 这个败选的检讨 不是只是着重在 某一个人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而是在从组织 能够做一个再造 再进而进行路线的再造 你讲的路线是什么路线 当然其实就是在于说 是两岸路线吗 我想不只是 其实这个政党不只是说两岸路线 因为我认为在过去 就是在20年前 国民党是代表的社会主流 但是经过这20年下来 其实台湾社会面临了很大的变迁 那我认为其实民进党很成功的在 用了三个概念 一个叫台湾价值 一个是叫做这个非核家园 第三个就是婚姻平权 去重塑了一个所谓社会的主流 那在这三个新的社会主流上 国民党是变成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保守反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保守反动 这个角色 那我认为其实国民党 或者国民党 其实不应该只是在那个角落里头 而且一个良好的民主政治 需要有两个党轮替的执政 这个民主政治才会健康 那你们提出来这个 是不是你们国民党里面的 比较老的一些 就霸着不想改革 是不是这样 我想也不是 因为很多资深的前辈 他们都有 他们被肯定 被遵计的地方 那你要开放是怎么个开放法 我想我们讲的开放就是说 因为国民党其实它有很强的内造性 比如像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像在这个民进党来讲 它的这个民代也好 它的民代就是当然的党代表 但在国民党的党代表 还是党员选出来的 所以就会有这个民代 还选不上党代表 或选不上中央委员这种情况 但这个其实会使得 它这种外造性太强 所谓外造性就是说 它的这个党员结构 跟它的支持者的结构 有一个落差 这就会使得党 在它的政策路线上 如果它是在百分之百的党员民主 反而不容易纳入 这个党外的 就是所谓支持者的声音 声音进不来 支持者的声音 了解了解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调诡的声音 因为你本来应该要有一个 健全的党内民主 才会使你的政策 能够反映党员的心声 但是那个前提是 你的党员必须要 跟你的支持者的这个结构 是要连结的 是要能够忠实的反映 我们的支持者的结构 所以我们才提出了 就是所谓的开放国民党 作为一个改革的主要方向 那你开放以后 有没有被satchi pay 没有被批评吗 你要直接跟朱立伦讲吗 我想我们因为用公开的方式 提出这样子一个想法 我也很高兴看到朱主席说 会全力推动 我们很期待他进一步提出 具体落实的方法 洪老师评论一下 那韩国当时也有 在改革的时候 他们就提出一个 开放我们的党 他们就成立一个党 叫做开放我们的党 韩国 当然有些类似这样 当然这很好 就是各政党应该选后 都要检讨 这是良性的竞争 当然这会更贴近 整个一个民主制度的 一个进展 但是你们这样讲完 会不会真的是能够改革得到 我是说你们要求的是要开放 这个技术上要怎么做 我想其实在我们提出来之后 也有不少党内的同志也好 或者支持者也好 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 基本上党内还是 整个氛围是很宽容的 所以我相信未来 会有更多的声音出来 这就会成为 推动党内改革 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另外我们知道 讲到3月4号 3月5号左右 我们看到人大跟政协的会议 洪老师怎么看 现在就要等的 就是说包括他们在 类似他们的国务院等级的 比如说外交部长 是不是刘建超 或者是说国防部长董军 他的国务委员的身份 要确认吗 3月5号对中美都很重要 为什么 美国的超级亲戚二出选 这十几个州都在3月5号 对 那中国3月5号当然是 李强的第一次 他的市政报告 3月5号 就是因为他上任满一周年 对对对 他需要提出他的市政报告 那当然就是有一些人事的部分 那人事部分当然就是过去 不管是在外交部 或是在国防部这边 因为他们都以前都是国务委员兼 那现在要透过所谓的人大的通过 我想当然这是一个 人大当然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橡皮图章 但是这个流程还是一定要走 所以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说 为什么不用在两会之前 开三中全会 那当然 看时间点会来不及 可能是两会之后再召开 对了解 我们今天网告就回到现场 欢迎回来 来王老师 我觉得今年未来对台湾 对中国对美国都是非常艰困 都是非常挑战的一年 那特别是在 我们接下来要520的 这个总统就职典礼 我觉得520之前会有一些变化 那中国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小心谨慎应对 那520之后 接下来就是美国选举 这个会影响到台湾跟美国关系 美中台之间的接下来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相当值得大家继续注意 对 宏老师 会决多变的一年 大家就是希望能够平稳平安 我想台湾应该是都很幸运的一块土地 所以一批幸运的人 来 周老师 未来这一年 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有新的总统 那么我们也有一个三党不过半的国会 我们希望就是各政党 不管不同的政党 大家能够吸手同心 共同为台湾来打拼 让我们有一个开展新局 有一个更加平安的一年 好的 事实上我们知道到下个礼拜二 就是2月20号 就立法院要开议了 那当然也迎来新局 那接下来的国际 美中台变化很大 所以持续请锁定 我们雅琴看世界 我们会跟大家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全世界 而且回推过来 看整个互动的影响 我们祝大家 龙眠 龙中后 好 谢谢各位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雅琴 欢迎收看雅琴看世界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